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官方聲明 熱烈祝賀香港的泛民主派成功舉行初選 超過60萬港人 在首次全港範圍的泛民初選中參與投票 他們的熱情清楚的表明 面對中共努力扼殺香港自由 他們仍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 蓬佩奧指出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威脅選民 稱本次初選可能違反了《港版國安法》 再次體現了中共對民主 和本國人民自由思想的恐懼 隨著9月6日立法會選舉日益臨近 美國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除了官方聲明 蓬佩奧同時也在推特上發文 祝賀泛民主派初選成功 並希望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同樣自由、公平 由於初選結果發生意外泄漏 主辦單位不得不提前公布選舉結果 參與雨傘和反送中運動的黃之鋒、岑梓傑 朱凱迪等人高票勝出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Naz,祝賛